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发 增加人工林面积和蓄积量 2017年木材产量将急剧减少 木材供需缺口持续增大 考虑到2020年三个一亿人和城镇化率达60%等因素 木材缺口将达两亿立方米 面临如此巨大的木材缺口和市场空间 大面积营造人工用彩林已十分迫切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用彩林人工种植就成了主要出路 现阶段有以素生树种的种植为主 由此看来 素生树成为了攻破当前中国市场木材需求 巨大难题的重点 那么到底种植什么样的素生树好 松树 杨树 今天我们不妨来认识新出现的素生树种 安树 而它也是争议最大的 安树 在十几年前南方很多地方十分常见的一种树木 现在如果坐车经过广东 广西等地区 也偶尔还能看到长得高大 树干比值的树木 它们就是安树 在过去民间确实有着安树一道 黄金万两的说法 当时很多的农民都是把它当成发财树来种植 因为只要五六年就可以成栽 和其他的树木相比 它的生长周期短得多 经济效益自然要高很多 许多的农民也就特别原因种植它 即便是在贫瘠的荒地 这种树木也能生长 但是在近些年 很多地方都在呼吁禁止种植安树 不少人提到安树更是弹枝色变 甚至有人称呼安树为缺德树 断子绝孙树 曾经人人喜欢的安树 为何却沦落到这种地步 如此巨大的反差 到底又是谁的过错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安树 安树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 它的故乡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虽然我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把安树当成经济树木推广种植 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木 安树是桃金娘科下安树 散方安树和卑果木树植物的统称 包括了800多个种类和130多个亚种和变种 这种植物大约在6500万年前的白厄纪就已经存在了 到了16世纪末和18世纪初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冒险家发现了安树 然后被多个国家引进和种植 此前 澳大利亚持续良久的山火就与它有些关系 这种树是一种秘阴大桥木 高度可以达到20米 并且安树看起来还是蛮单薄的 除了上部的枝叶比较茂盛 底部似乎都是光溜溜的树干 我国之所以引进安树 主要是看中了它生命力顽强 生长速度快 易种植的特点 就这样 安树在进入我国之后 成为了人工林的重要树种 被广泛种植在广东 福建 广西 贵州 云南和四川等省份 这之中广西的种植面积最大 约占总种植面积的二分之一 一开始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大规模种植安树 但是种着种着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并且人们将土地和环境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结于安树 说它是抽肥鸡 抽水鸡 甚至是亡国树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部分村民表示 自从村子附近种植了大量的安树以后 河流渐渐干涸了 就连林子中常见的生物都消失了许多 一开始大家没意识到是安树的问题 但是时间越久 就发现连山下水井取水都受到了影响 并且甘甜的泉水都变得十分苦涩 渐渐的大家对安树的态度就变了 因为它虽然在此前为大家赢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但是这种以破坏土地和环境赚钱的方式 让人们无法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地区开始叫停安树的种植 并且派出专家去考察 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 比如在2006年时 广东省云福市就叫停了市内安树的种植 并且展开了调查 而种植规模最大的广西省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问题 在2020年年末时广西省柳州市渔峰区就发布公告 表示要将非林地上种植的安树 于五年之内完全清除 并且严禁在辖区之内种植新的安树 从前种植安树的地区 在清除完毕之后 全部转为农田 用来种植农作物 可见 这是下定决心要实施一波退林还田了 既然政府都这么做了 是否说明安树确实存在上述的问题呢 首先对于抽肥基抽水基等称号 安树确实是背过了 所以还是要为它证明一下 先说说所谓的耗肥问题 部分人表示安树的根系很深 会过度消耗土壤的肥力 最终让土壤变得贫瘠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依据 问题其实出在人们的砍伐方式上 研究人员对大部分种植安树的地区进行考察之后发现 人们会将安树种植在山地或者丘陵上 这种地方本来就很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当地人对安树的采发往往是以整棵全部砍走的方式 不过也并不是连根拔起 这就导致安树的根系依旧完整地留在土壤之中 长次以往 该地土壤的物质循环自然就会出问题 除此之外 为了一次性获得全部的收益 人们会采用全肯的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直接把这片林子全部砍完 而在这个过程中 暴力的砍伐和开垦 又对土地造成了二次伤害 因此 部分安树林的土壤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特征 而安树也背上了抽肥基的称号 其次 再来看看安树的耗水问题 由于根系扎得甚 并且生长周期比较快 人们觉得安树不仅抽肥还抽水 在这种影响下 不仅附近的小溪河流受到了影响 就连山下的水井水量也受到了影响 为此 研究者专门进行了对比调查 最后得出的结果却是 安树的光合作用很强 所以耗水量相较于其他人工林树种反而更少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一项专项研究中指出 不同的树木煤产生1000克的干物质 将消耗掉的水分有明显差异 其中核荐树大约需要耗费580升 真叶树则需要耗费1000升 安树却仅仅只需要510升 因此问题不是出在安树本身耗水 而是人们的种植密度太大 毕竟安树林的主要盈利方式就是受买木材 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更多的树 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可是这样高密度的种植 就使得安树的耗水量增大 尤其是当安树林种在水源地附近的时候 会更加明显 最后就是安树有毒的问题了 上门中村民反映自从种植安树 附近的生物都少了许多 并且安树林的地面上确实鲜少有其他灌木 但这并不是因为安树有毒 而是它的化感作用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分泌出化感物质 这些化感物质就像抑制剂 让许多植物无法生长 动物也不愿意靠近 不过 安树林附近生物减少除了有它自身化感物质的影响以外 还与人们的炼山有关 在炼山的过程中 已经有许多的生物消失了 而种植完成后 人们还会大量地喷洒农药和除草剂 最终导致寸草不生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其实安树本身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诸多问题的出现与人类的种植不当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 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有关于安树的争议 不能忽略其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许多专家认为 单一的种植安树虽然可以保证木材的集约化生产 但是这种人工林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并且 目前多地的安树人工林生产经营技术十分落后 林农的综合素质有限 也导致了可持续生产无法推进 但这也不是咱们一个国家面临的困境 全球绝大多数安树人工林都面临以上的困难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 我们该做的是迎难而上 而不是怨天尤人 所以安树人工林应该迎来改造计划 以此保证持续经营发展 首先 我们要转变迎林制度 从以前短周期连坐的林分经营变为短中长周期循环轮坐的经营 虽然我们对木材的需求很大 也希望安树林能够一直保持高产 但是也不能为了求得利益 而忽略人工林经营周期的根本问题 咱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句话的道理付诸实践 整治安树林从前的经营乱象 首先 应该合理控制安树种植面积 控制规模总量 将安树种植面积控制在林地总面积12%以内 同时通过配方施肥 改良种苗等方式 提高单位面质产量 简单来说 就是用少的土地种出多的树木 其次 要严格遵循自然规律 选择适当地区种树 禁止将安树种在水源地 耕地 自然保护区等地方 减少纯种植安树现象 监伐后补种阔叶林等 将单一的安树纯林逐步改造为混胶林 提倡自然管理 避免炼山 保留山中原有植被 第三 慎用除草剂等农药 安全使用农药 使用有机肥和缓释型化肥 减少山地污染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安树种植 又保持原有生态环境 从世界上很多国家引进安树 并且把它当成经济树木大量种植 就看得出来 安树本身是一种优质的素生风产树种 具有良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但必须要合理地控制种植密度 并且对种植地也要有要求 通过合理布局 科学培育 完全可以将种植安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等多方面供应